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唉 就剩咱们三个了 是四个 还有羽燕女神呢 是五个 真是冤家路窄啊 涅离 哼 上次让你占到一点便宜 你还真以为能杀得掉我了 不过 我承认你是第一个让我受伤的对手 也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兴趣的人 所以我会把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一个其一个的人发掉 此后我再轮到你 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将被我杀死 连灵魂都不会流下 这就是你的命令 神帝 被他挑衅成功而暴露 不过是让他更愉悦吧 看着猎物慢慢死去 才最有意思 你的自信 恐怕都来自于你的无上之体吧 这幅身躯确实非常强大 但是没有足够与之匹配的强大灵魂 终究不过也是废物罢 越是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你的灵魂将会越来越力不从心 跟不上肉身修为提升的速度 这种话我会信吗 无上之体的威力 尤其是你们这些凡人可以想象的 我倒要看看 到时候究竟是你的无上之体厉害 还是我的天道神诀厉害 短剑 千万不要跟他在宗门外发生争斗 只要在宗门内 他没法对你下手 就算要战 也要在二命境界再战 这是命令 是 去吧 终于要轮到羽神宗了 这一次将由萧宇带领你们前去与神宗 我继续留在这里镇守茗玉 茗玉掌控者不去龙须戒狱 那两年后光辉之朝 还会遭遇那场大截吗 神圣世家已经被灭了 黑暗宫会的妖主 也要前往龙须戒狱 除非茗玉掌控者死了 否则没有东西能够威胁光辉之朝 那究竟是谁能有这般实力 击杀茗玉掌控者 要是真有那种敌人出现 我留下来也没什么用 这样吧 师尊 在前往龙须戒狱之前 请收下我的礼物 好了 出发吧 聂力 有意思 羽神宗属于正道六大神宗之一 管理着数百座城池 光是外门弟子就有数百万之多 外门 羽神宗下辖分为小天界 内门和外门 别看外门弟子多 普通人对于外门已经是渴望而不可及了 内门更是神明莫测 至于小天界更是传说般的存在 诶 那我们呢 我们会进内门吗 不 我们要去的 是天灵院 那些来自各个小世界的天才人都会进入天灵院修炼 而天灵院封有五个部分 你们要先去参加测试才能确定被安排在哪个院 测试 我管理从不接受测试 不论你们是传奇还是刺神 连命魂都没有凝练出来 最好收起你们的膏 那 那又怎样 以我的天赋 照样可以脱颖而出 这兄弟 怕我当成对手 我真正的敌人可是圣帝 还有妖主 我真正的敌人